上海的变化真是很厉害 想想所有的事都发生在 过去的六十年间 相信我爺爺会因为这样而很惊叹 上海一直都是家族史的一部分 也一直是酒店历史的一部分 两间公司合并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香港上海大酒店 我们就要到外滩了 这些老建筑的确令我 换起了一些回忆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搭的船就是叫成经号 半岛酒店都有它的模型 我们就停泊在这里附近 当时我还很小 大概七岁 米高加道理着事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首要任务就是重返上海 那是公司的起源地 亦是加道理家族曾经居住 和经营事业的地方 正人聚集在上海半岛酒店 举行传统的拜神仪式 祭祭神灵 祈求好运与繁荣 米高加道理着事 和他的妹妹丽塔麦过利 是仪式的中心人物 加道理家族终于重返上海了 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 并且很荣幸能够重返孤狱 上海半岛酒店的开业 是公司历史上的一个历程碑 再次证明 香港上海大酒店不负盛名 十九世纪后期 加道理家族初渡远洞 当时上海充满绝生计 他们竞相、造贸易 投资了很多成功的公司 包括黄暴干案的礼茶饭店 和外滩的惠宗饭店 早期 艾利士加道理着事 对酒店业务的兴趣 传给弟弟艾利加道理着事 后来又传给儿子 赫里士和罗兰士 罗兰士 罗兰士 即是已故的加道理分帐 他是这样回忆东方巴黎 上海是一个奇妙的城市 但是生活在那里的人 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真正 有能力享受生活 当时 他或者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 和中国交往的每一个国家 都要来上海开业 那里是一个极端富有 同时极端贫穷的城市 对有钱人来说 生活很轻松 而穷人的生活 就非常艰辛 他们以为在上海 谋生很容易 其实不是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 条件比较宽与的小圈子里面 没有意识到当时 中国内外正发生的一切 虽然我们知道有贫困 但是不完全了解 当时贫困的严重程度 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穆里尔古辈在香港出生 和罗兰士加道理结婚之后 随夫搬到上海的住宅 上海大理石工 他们的子女 麗塔和米糕开心快活 并不在意何时重返香港 香港岛 艾尼和艾尼士加道理着时 初到远东的第一站 香港上海酒店在这里创立 1928年 在对面的九龙半岛 一个全新地标 半岛酒店开门营业 加道理分爵 这样回忆的一个早神 那天非常容易 当时的代理总督索瑟欣 来到为酒店展彩开业 那天是个非彼尋常的日子 而提出起半岛酒店的 吉米塔吉特曾经被嘲笑 说祂要建的是九龙的大白掌 根本不会有人去住 当时九龙 就是一个不太体面的地方 那些人会问 你结婚还住九龙 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盛船抵达香港 在九龙码头下船 在九龙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下脚 所以他们只可以过海 去香港岛入住香港大酒店 那是所有的香港上海大酒店之府 二十年代的香港 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 它的辉煌 与隔海相望的邻居 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里的花色枪色和雕像 无不散发着忧郁感 当时本地首富之一 罗伯特河东着士 在半岛酒店 慶祝他的金分纪念 从此大家对九龙的态度 发生变化 而我洋行卖板 及酒店公司董事的 罗伯特河东着士 当时举办了一个派对 这个派对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 从罗伯特河东着士举办 这个著名的派对开始 半岛酒店大堂 就在香港社交史中 保持着特殊的地位 我相信我们的大堂 对于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走进大堂 你会立即知道 你走进了一间 有着辉煌历史非常独特的酒店 罗伯特河东着士的侄女 今天来到半岛酒店 她最近刚刚庆祝了一百岁生日 张姐忠然的家族 和加道里家族施交岑督 在暑假期间 他们会到上海大理石公拜访 艾利加道里着士 和她的儿子霍勒斯 以热情酷克而闻名 我当时也是香港有名的舞者之一 我们每天都会去香港酒店的 下午茶舞会 事实上 我们几乎每天放学之后 都会去那里跳舞 好 去山頂通常都是坐繳 導遊書上建議 十分鐘兩毫前兩個繳夫 四個繳夫加倍收費 如果你看重偏重 你都是可憐一下繳夫 坐山頂纜車好了 山頂纜車是全亞洲第一條電纜軌道 家道理家族在早期就成為了股東 山頂纜車七分鐘之內 順積到達一千三百英尺的山頂 殖民地居民稱之為通往仙境的捷徑 當時的山頂站就像現在一樣 景色壯觀 海灣和離島 還有世代棲息在這裡的中國漁船 進修顏底 在這裡的淺水灣 興建了一間酒店 並收足了一條新馬路 吸引了駕駛最新型汽車的客人 酒店很快就成為傳奇 之後的六十年 他那種薩默塞特毛模式的魅力 一直吸引著亞洲的遊客 我的叔叔 我大伯 艾利時加道理 花了很多精力在這裡 開了第一間酒店 建了第一棟別墅 就在魚東船大閘的右邊 其實整個地區的開發 都是由酒店帶動 他一開門就生意火紅 在整個潮濕滿熱的夏季 將借忠賢的父母 舉家搬到淺水灣酒店 幾年之間 在香港皆知的梁棚和沙灘茅屋 迅速在整個沙灘蔓延開來 1937年 香港知道遊閒的夏天即將過去 上海遭到攻擊 在香港匯豐銀行總部 商界領袖之一 羅蘭斯加道理 對戰爭威脅不全幻想 為了應付潛在的攻擊和佔領 他制定了計劃 盡可能減少損失 與此同時 迅速增長的旅遊業持續發展 泛美航空的班機 從三藩市飛抵香港 王家航空公司的班機 劃行在啟德機場 滿載來自倫敦的郵件 還有就是旅行九天 疲憊不堪的遊客 行李撞車送到半島酒店 王家航空在香港的地位得以鞏固 1941年 香港開埠百年之際 但不是一個慶典時刻 戰爭在歐洲時弱 大家都意識到 這個時候的香港正冰臨城下 沐浴在晚秋陽光中的淺水灣 麗都大酒店 下午茶舞會時代 還有其他的一切 即將完結 十二月八日發起第一次進宮 十二月八日發起第一次進宮 在那個聖誕節早晨 一至時代開始了 十二月八日發起第一次進宮 新統治者和幕僚 將他們的指揮部設在東亞酒店 即是以前的半島酒店 三年半之後 香港終於和平 香港重新活力換發 城市得以修復 九龍碼頭重新開始滿負荷運作 到了1950年 半島酒店已經全面恢復營業 家道里兩兄弟都在香港 他們繼續並肩工作 不單在業務上 而且在他們繼承下的另一個傳統上 慈善事業 賀里士關心農村華人難民的困境 他建立了家道里農業輔助協會 賀里士在酒店公司 體現出的自然活力 在鄉間農村依舊可見 家道里兄弟的目的很簡單 幫助香港最弱勢群體 進行獨立自主 賀里士還創辦了家道里農場 和植物園 謀盛的張樹下 安坐著一磚 賀里士許許餘生的雕塑 為家族後代所敬仰和敬仕 我叔叔 賀里士更加積極參與酒店業務 他很賢愛酒店 他不斷地追求完美 從來都不安於平凡 他每天都到半島酒店 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對酒店業有所了解 學校一放假 我就會跟著他回酒店到處走 米高家道里著事的長女 娜塔利 最近來到半島酒店 今天她要到後勤部門去看看 每天拋光擦拭的盧斯萊斯老爺車 是著名的半島酒店車隊中的布石 有一天我們準備跟換車隊 我爸爸聽到之後就說 你有否考慮過盧斯萊斯 我就說 爸爸他們很貴 他就問 你問過沒有 就是這樣 跟著下來的事眾所周知 我們決定為最好的酒店 配最好的車 最好的酒店 跟著下來應該去哪裡 這就是泛美航空首條 跨太平洋航線的目的地 菲律賓總統灰重 迎接了抵達馬尼拉的首飛航班 我願意祝祝您 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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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 做止 菲律賓非常尊重傳統 仍然是東南亞最主要的天主教國家 正正在这里,香港上海大酒店 决定开始自己的国际旅程 1976年,与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 马尼拉半岛酒店开门营业 大约35年前,菲利克斯比格首次来到 今天她回到酒店参加圣诞节音乐会 马尼拉交响乐团 将要呈现一场露天音乐会的那一天 菲利克斯正担任酒店总经理 我认为由于天气的变化 负责整个音乐会的康切塔素尼克 打电话给我们的总裁Pierre林女士 问是否可以在大堂举行音乐会 Pierre打给米拉 米拉又打回我 我打给罗斯丽 罗斯丽又打回我 我们打给餐饮部 又打给主厨 几乎联络所有的人 然后一起准备就绪 五分钟之后 音乐会就在酒店里面举行 至此之后 每年大堂有音乐家 和赏千嘉宾在座 酒店从此就忙碌起来 今年米高家道理作士 和家道理作士夫人 也是热情的音乐会听众 由一个良好传统得以传承 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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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11月20日 纽约尔彤等的热情 こと开中 庆祝圣诞节 第五大道当的灯光 和节日的气氛 都进入高潮 Ding Dong Verily On High In Heaven The Bells Are Ringing Ding Dong Verily the Sky Is Riven With Angels Singing 1900年的第五大道屬於百萬富翁 詩人豪宅相連成牌 五年以後 他們就被兩堂摩天大廈酒店 蓋過了風頭 那些不想再打理詩人住宅的紐約富翁 樂意不絕地進處了 充滿大都市氣息的優雅時尚新酒店 當時的歌壇酒店是半島酒店的前身 頗受時尚住客的讚賞 第五大道上臨街店鋪的不斷進駐 將這區變成紐約最富有魅力的購物天堂 曼哈頓中區一直都是紐約劇院區的中心 歌壇酒店即是舞台和銀幕明星特別宗愛的地方 查理卓別林在歌壇酒店的宴會廳 吸引著紐約的各大媒體 坦努拉班克克特和眾多的明星 將酒店當成了家外之家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半島酒店積極筹劃將業務擴展到紐約時 前身為歌壇酒店的巴黎馬克西武酒店 正在尋求新買家 當時我和米高加道理著士在紐約 黑潭收購中央公園南邊的一間酒店 我們在第五大道走著的時候 米高加道理著士接到一個當地朋友的電話 告訴我們 位於第五大道和五十五階的巴黎馬克西武酒店 亦都在出揚著 所以我們便走進去 接著下來眾所周知 歌壇酒店的精髓 彷彿得到了肯定 曾經時尚的屋頂花園 如今是半島酒店玲瓏酒廊的所在 依舊展示著第五大道 和遠處圈麗的風景 中國的長城 是北方邊界的保護屏障 陀隊在黎明時分進城 那時是一九二零年的北京 外國居民 和越來越多的國際旅客 都需要招待和住宿 上海酒店 購入了六國飯店的大部分股份 位於市館區的中心地段 六十年後 酒店公司試圖和這座城市 從新締結歷史扭大 鄧小平啟動了開放政策 家道理家族 憑著與中國的長久淵源 建立起早期的聯繫 這兩位元老之間的交情 開啟了北京王府半島酒店 往後的發展道路 你比我大四歲 我大四歲 我大四歲 今年的六月份 我將是八十六歲 八十六歲 我大六歲 你比我大四歲 今天 他傲然速立在北京的中心地段 秘倫皇家宮殿 來曾經的六國飯店 僅在止尺之遙 半島課程中 年輕學員精在學習茶道 然後我們開始分茶 每年有七十多名 來自中國餐飲學校的學員 來到北京半島酒店學習 你已經正式面對社會 你已經正式面對社會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還有工作上 和同事的關係 都是可以學到的 可以鍛鍊到的 令他們變得更加獨立 不會像小朋友一樣 中國大部份地區 對西式美食和擺盤 仍然陌生 經過幾個星期的培訓 這些學員要按要求 完成整張餐桌的擺飾 這兩個也是有區別的 一個圓一點 一個是長一點的 對 可以聞得出 對 你們知道哪個是哪個 這個是膠液 對 應該是這個 有些學員留在半島酒店 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 有些將在這裡學到的 半島酒店標準和傳統 帶回自己的家鄉 香港正在快速發展 半島酒店也不例外 撲見之後的新翼高聳 在頂層可以一覽 香港壯觀全景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 家道理家族三代同堂 共同慶祝封頂儀式 古老優雅的半島酒店 再次高高霧立在群流之間 半島酒店的員工 家人和特別朋友 以香港傳統方式寬聚一堂 標誌著 擴建工程的圓滿員工 今晚會有一個皇家宴會 全日不間斷排練 一絲不苟 烹調 肯特工爵和工爵夫人 還有家道理家族的老朋友 都會來到慶祝酒店的六十六歲生日 很高興見你 很高興見你 很美的時間 是嗎 是 舞龍表演 展示龍的威力 尊嚴和吉祥 展示酒店下一個66年的成功 慶祝活動的亮點是66名男女門童 象徵半島酒店66年傳統承傳 陳伯是1928年半島酒店 開張典禮上的獻花門童 當時他十二歲 當所有典禮儀式結束之後 派對正式開始 是一個非常熱鬧的派對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新的半島酒店新近開業 在洛杉磯市區 卑倫影城 坐落在比華利山的中心地段 今天一位特殊的客人來到酒店 好早安, 您好, 真是很高興 您認識您 非常享受 斯提昏尼, 鮑爾斯 是加道里家族和半島酒店的老朋友 無論是在亞洲還是他的家鄉 洛杉磯 比華利山莊的半島酒店 另外一群客戶是電影人 這裡是很多奧斯卡派對的現場 奧斯卡和其他頒獎晚會之前的酒會 都是在這裡舉辦的 奧斯卡頒獎典藝的魅力持續了85年多 半島酒店現在已經完全成為電影行業的一部分 我們經常在這裡拍照 很有娛樂性 可以看到很多你喜歡的明星在大堂穿梭 酒店營造了奇妙的環境 充滿著親切的氛圍 每次來到都好像回家一樣 酒店和客人和我 以及所有稱半島為家的人 都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 洛杉磯北部卡梅爾谷的中心地帶 是寧靜春園度假酒店 有著漂亮的高爾夫球場 和田園私搬的環境 每逢到了夏季 這裡都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食回 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愛好者 還有一個漂亮的聖地園 和珊瑪麗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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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高爾夫球場 再一次 香港上海大酒店收購春園的時候 每年的夢德雷汽車周 已經成為酒店一年一度的賽車城會 我們將這個城市變成半島城市 現在更加像一個周圍是靚車的花園排隊 我一向都很喜歡車的 這個看法是遺傳了我爸爸的基因 我兒子菲利普也都繼承了這種基因 著名的酒店車隊的未來得而確立 自家過 美國的交通樓樓 無論是水路還是鐵路或航空 都是十分發達 它的建築獨特 是當今世上最受青來的城市之一 但是在1871年 未來之夢非灰燕滅 一場大火摧毀了這個城市 十萬民眾變得無家可歸 大火最終熄滅 造成一波壞顯然而見 木鳥剛剛冷卻 重建隨即展開 到了世紀末 芝加哥再次傲然速立 現在的水塔 是當年芝加哥大火的唯一幸存者 是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標 從這裡看過去 就是芝加哥半島酒店 我們地處美國的中部 紐約有紐約半島酒店 在西海岸有比華利山半島酒店 就是這樣 我們進駐了美國最偉大的三個城市 在芝加哥半島酒店 我們一直努力融合東方的親切 和美國中西部的好客 我以前在紐約的另一間酒店上班的時候 當時的導師把我送到香港半島酒店培訓 令我體驗到世界上最好的酒店工作 芝加哥半島酒店的大堂 讓人聯想在香港的半島酒店 同時又有著自己的風格 保留傳統是酒店公司的主子 每一間酒店又有自己對傳統的解讀 半島酒店施行了文化交流計劃 全球各地的員工都能夠 親身體驗企業的東方淵源 二十多名芝加哥員工 每年前往亞洲酒店工作一段時間 我非常幸運去年被選中派往上海半島酒店 非常不錯 把同樣的感覺帶回來 製造更多的機會 形成更多的想法 令我們在芝加哥的部門更完善 上班的時候面帶笑容 下班也都面帶笑容 這就是半島酒店令我非常欣賞的地方 在芝加哥半島酒店慶祝十周年之際 它決定以充滿活力的方式 來彰顯其獨特的傳統 東西方文化精髓的融會貫通 反映出不單只是半島精神 也都是地處美國中部的芝加哥融合的力量 在東南亞中心 微南河流過萬谷 泰國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國家 佛教是它的核心生活方式 在泰國百姓的生活中 水路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每年第十二個月圓日 是一個特別的節日 百姓祭奠水神 為未來許願 這就是水燈節 節日清晨 太陽剛剛升起 花市和攤檔就開始銷售水燈 荷葉製成的裝飾製品 今晚將會漂流在 泰國大小河道和水路中 在曼谷半島酒店 水燈節是重要的節日 特別是對員工來說 當花房忙於為賓客 準備裝飾和水燈的時候 一些特殊的水燈 正在隱蔽之處超然製作 每個部門都製作他們自己的水燈 將會在年度比賽中接受評比 這是四週以來 新勤勞動之後的比試 南諾帕馬是泰語 意思是節日裡最美的 今年對我來說非常特別 因為我被選中作為南諾帕馬 代表我們部門參加選美 其他部門也會選出代表來進行各族 我們一起做頭髮、化妝、裝飾衣服 太完美了,我非常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選美比賽和荒水燈 在泰國有幾百年歷史 半島酒店融入到這個傳統裡 受到員工和賓客的歡迎 夜幕降臨河伯 以古老的泰國傳統方式 許下心願 並向何王借恩 好 在日本上映花 這又是一個古老傳統 在全國包括皇宮所在地 東京深受歡迎 我們位於東京的黃金地帶 有三菱地產的合作和支持 我們才可以在這座酒店 飽覽東京市中心的皇宮聖景 晚上十一點 二百三十枝新鮮的櫻花樹枝 運到半島酒店大堂 一夜之間開創了一個新的傳統 到了天亮 賓客就能享受屬於自己的櫻花節 花偉團隊將經歷一個漫長的夜晚 對日本人來說 櫻花是日本的象徵 它是一朵永遠開在我們心中的花 櫻花叫遊 花時短暫 千多年來 在日本備受喜愛 共同信念 仍然是當今的日本社會核心 在半島酒店 員工志願者 正在這裡做人人都喜歡吃的飯糰 送給當地的慈善機構 東京護助 很高興能夠為他們做食物 在日本人人都是吃飯糰的 我自己都有小朋友 所以當我見到有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就很想幫助他們 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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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曉在植 大堂中正在進行著最後的調整 當酒店為新的一天做好準備的時候 短暫盛開力應化即將迎接新的觀賞者 每次重大裝修 米糕家道來著士都很積極地給意見 並且參與執行和監督 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最大的事是 我們做了一層層層層層層 所以我們會更多空間 我們把扇勾斜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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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仍然是一個非常私密的空間 所有人來到這裡 那是你來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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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裡很好 這間套房裝修得很成功 它在細節上 非凡的執著 對於我們的成功是不可話決 它的眼光非常銳利 就算過了這麼多年 我仍然會向它學習 這裡賺出很多空間 對 或兼通之 這兩院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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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ựivi 可否將它放在床邊的控制板上呢? 將來你再問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用藍牙耳機 這樣就不用插線了 這就是米高家道理著事的視覺和領導力 他不懈的追求並且執著在更高的品質 是他不斷鼓勵我和同事 挑出框框去思考問題 我們做的每一個新項目 他都要求我們更上一層樓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也令我永遠保持景勝 半島酒店的頂層是雙庭寄屏 直達國際機場 香港上海大酒店 將要打入一個令人振奮的全新市場 他們很快就要在歐洲最著名的首都之一開業 馬雀斯汀酒店 位於黑內貝爾大街 靠近海船門 這一座是宏偉的建築 有著光輝的歷史 但是多年來成為了會議中心和辦公室大樓 現在要出售鑽藥 終於半島酒店找到他巴黎的家 你可以看到這些地方已經很陳舊 這座大廈正在逐漸地恢復生機 我們為他整裝改修 現在他逐漸成長重生了 一名正於釣諜法國中世紀大教堂的大師 專注於外場精美的石釣 機器每天都生產出一模一樣的東西 人都可以做得這麼好 而且會有細微的不同 這樣就可以為物件富耀他們 在大堂的窮頂 原有的石膏造型精在重掃 同時華麗的木製雙板 也在此重新安裝 半島項目非常特殊 需要修復原有的雙板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和修復工程 我們將雙板放回原來的位置 他們曾經在這裏百多年 希望能夠在這裏再繼續 另一個一百年 我們希望這裏還會長百年 走進這棟建築 你好像聽到音樂在這裡回檔 原來大酒店的框架還在這裡 我們通過修復 重現它以往的輝煌 它會是一個宏偉壯麗的酒店 在家道理家族引領下 香港上海大酒店 正經歷著一個充滿生機的時代 半島酒店公司 早已走出上海和香港的九龍 傳統就是 在謹記輝煌歷史的同時 放眼未來 永遠不要忘記 未來建基於過去 這就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我們有一個綠色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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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廣角 我們有一個綠色的財富 都可以在下山上看 可以繞進衣服 我們有一個農工 ��油跟今天 很空心 正的藝衣服 我們有一個綠色的財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